一路想跑 點點點的就回去 知道我很擔心你嗎 嗯 沒關係給我了 大家好 我是黃景瑜 在幸福出生可及中 飾演森林 那你演完這樣的霸佬舞台之後 會有什麼後遺症嗎 就是說很強勢 沒有後遺症 因為其實我個人 我本人和我演出來的決賽 都不會特別的霸道 我覺得 起沒播之前 我以為送領是這樣的 起播了之後的送領是這樣的 你人格值多少錢 我賠給你 你賠不起 夠不夠 別丟人 這麼有層還沒層加油啊 火毛夠吧 你不上學 幹嘛 上天 那我送你登月吧 那沒人 哈哈哈哈 戲裡面你的西裝非常多啊 那你自己日常穿衣服 是什麼方法 我真 我日常其實不會穿西裝 因為這個 平時工作中 有很多需要穿西裝的機會嘛 而且穿西裝其實是 我覺得是會讓人挺 挺拘謹的 對 我平時活動的 就希望放鬆一點 舒服一點 所以基本上 你平時不太會穿西裝 那 如果現實中送禮是你的情遇 你已經有把握能贏他嗎 還沒把握沒把握 為什麼 我是覺得宋敏這個人很有魅力 而且 工作能力都很強 各方面都不差 我長得也跟我一樣 不然 有網友評價你是百搭CP體質 你又不懂得說話嗎 就是跟誰都能搭CP呢 對 我覺得不是 我們對演藥 沒有適合那種嘛 能模仿劇中 你演員聽到最多放鬆後的表現嗎 就跑回去了 就跑回車去了 放慢了 放慢了 就跑回車了 一路想跑 點點點的就跑去了 馬上又要入快本了 這回還是要跳舞嗎 以後的日子 應該不太會再跳舞了吧 反正也不考慮再學習舞蹈 或者是 將這一個自己能發揚光在那裡 我一直覺得 其實跳舞 其實是一個很加分的項目 就會很帥 很酷 那就很有奮謀 什麼的 然後 我也自己跳舞 但是我跳的時候沒有感覺 但是我每次看到我跳舞 就回放的時候 我覺得 更像是 小品 二人傳 一直以來你跟大眾就是以 很慢的形象出現了 偶爾會有軟蒙的一面嗎 應該也會吧 在一些 我覺得每個男人應該都會啊 平時 看起來 有高越大的 但是總會有那麼一面 一方面去 會有某的一面 然後那一面 因為微博現在有種 是吧 叫被迫一面 那你如果 去跟你是主動 你有沒有被迫一面 因為我平時真的是很少拍照片和自拍 我也想營業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該發點什麼東西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 我發現我的自拍都看得特別變 所以越來越 對自拍沒有自信 沒有信心 所以越來越 打得越來越善 但現在是發的都是主動名的 是嗎 發的都是主動名 演過的這些角色裡面 你最想用誰的人手 現在 宋靈 宋靈 一個還幸福 用四個字形 用自己頭髮茂密成圖在同齡男演員中的屁肥 剪了又剪 屁肥又屁 還挺多的 如果和理想同搭的同一部問題 發下臉沒洗衣服美觀就會 先打 也不知道如何看能認識一下 不是你倆 沒洗衣服美 無所謂 無所謂 自信 也不是自信 但錯過了就很難再補充下去了 如果路人打你 認證別人的避難看見 你會怎樣 我要是會寫內聯的 我就欠他了 不會寫 我就欠我了 如果和你穿著的好朋友 要組成一個旅行團 你不會假的 我覺得我們這部行為 別人都很適合 因為大家平時在戲院劇組玩得很開心 一起過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像有些人都挺好的 所以我們這種關係 其實想要出去旅行 後續你還有什麼想挑戰的 其實還有很多 現在其實演的只是 一小部分的危險的人 所以各有各樣的人 我都想試一試 而且現在正在派對 也有跟之前完全不一樣的那種狀態 我每個人呈現了 真的沒想出太多 你跟朋友打了一百多電話 你把我終於拿手機給你收 原來你這麼在乎我 保險你怎麼反應 當然了 不然了 可是喜歡你 你有病吧 你有病吧 喜歡你怎麼了 又不代表我追你 又不代表談愛 不過沒比你幹嘛 你有病吧 偶像最難受怎麼反應 幹嘛比你病 偶像最難受怎麼反應 偶像最難受怎麼反應 這在我很擔心你嗎 女朋友工作勢力一般哭一般 跟你說 世界上我覺得 我自己是最差勁的一個 關得美人 怎麼反應 也不會吧 他比你差勁還很多 偶像是男友嗎 沒有人寫著我 打開U庫 追取刀刀兩不悟